如果柯文哲高票連任 我觉得我们的民主ABC要开始 因为什么 选举就选拳已能 柯文哲四年做什么事你告诉我 四年花了快七千亿 什么事也没做 五大弊案没有结果 你一条一条看 我就不知道 这里面他们两大阵营 国民党跟民进党 为什么不针对柯文哲的成绩 一个一个拿出来检验 这不就可以检验 是不是不是口水 可是他可以 就是在那里黑龙水斗 今天你讲说央视 我的看法跟各位不一样 我认为145秒 这当然某种程度在捕柯文哲 怎么不是 那可是 但是不管大家解读怎么样 杀伤力最大是国民党 不要忘了 根据好几次的民调 好几次民调 柯文哲在台北市拿到泛国民党的票 十分之一 我算一下我的选区里面的里长 大概五十几个里长 差不多十来个 还蛮准的 十分之一 很可怕的 那你们国民党为什么会让柯文哲 去抢走你们在两岸上的角色 两岸的议题 我觉得 丁守宗犯了什么错 他内场不清楚嘛 不清楚 他一直他要想要走中间路线 你不要忘了你今天是挑战者 你不是未免者 你怎么可以怕这个怕那个 你当然要单刀直入 你立场要讲很稳 你的立场是什么 九华共识你都听不懂 是什么东西 要把它讲清楚 我觉得今天来讲的话 就是很多重要的议题 包括柯刚 包括外安婦 这一些重要的题目 丁守宗讲的不清楚 或者是说音调不大 比如说外安婦 丁守宗政典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做一个铜像在台北市 我也说不可以 你不要说你当选 然后谁做 现在就做 现在就做 他现在每次都说我当选 以后要怎么样 不能讲当选 现在 对 他为什么不是8月14号 同步在台北 没关系 慢几天没关系 我在台北市做 丁守宗说一个 我来接目 为什么不可以 对不对 你这样子能够呛日本 大家其实蓝军是很 很讨厌日本人 这样子鱼子气死 日本以后他是国王 你不觉得吗 台湾像R皇帝一样 他怎么可以对国民党的 主席 前主席 还来什么警告干什么 然后我们的政府 先归孙子一下 都不是我做的 都不是我做的 丁守宗该做的 不是就去南部 在台北市设一个 外安户设起来 去接目 两个礼拜以内 把它搞起来 这个做很快 你问西红军怎么做 那克刚的事情呢 一样的表态 克刚的事情已经 去中国史 无所谓 怎么问无所谓 无所谓吗 台湾就断了根 不 我们在媒体 我们看国民党好像无所谓 我们党团开了一个记者会 我就参加了 我知道 对不对 好 不要忘了 我强调什么 两岸相同DNA 你们不认同 台湾的现在克刚台湾史 从日记时代开始讲起 隐含什么意思 是日本人 可以吗 让我们接受 我们是日本人 我不能接受 你确定台湾史是从日记时代开始 你查一查 没有是从 是从那个远古时期开始讲起 台湾史 现在的台湾史 但是他未来是往这个方向 所以有学者已经在担心 他会变成日本的史官 在主导台湾史 那是一定的 那是日本的史官是一定的 那是现在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可是丁守中对于大陆的态度 也让人很担心 他到底这是国民党的态度吗 因为我已经 大家已经看到很多次 他在选举过程中 就骂对岸 这样有助于他的选举吗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什么都骂对岸 你看到85度C的事件 他第一时间 他其实就出来力挺 他就马上开直播 他是挺这个企业的 他认为其实企业 不应该成为夹心饼干 所以他并不是每一件事情 其实都是骂对岸 这个我也必须帮他讲话 毕竟我现在有在帮他 我很久以前就说 什么叫做白色的力量 白色就是你上面 可以染上各种颜色 你可以先染上墨绿 然后你可以再染上蓝 你可以染上浅蓝 你可以染上浅蓝 可是到底什么是他的颜色呢 他都让你看不出来 可是这样的真正人物 有没有诚信呢 值不值得我们信任呢 像这个慰安妇的事件 他也是第一时间就反映嘛 因为这个需要一段时间 我觉得如果让他当上台北市长 去设是更有意义的 那个是代表一个政府的力量 而不是你个人的力量 我觉得个人不重要 但是一个市长 我们通常问题可以问克文哲 为什么你在慰安妇的议题上 你什么都没有表态 丁守宗表态了 克文哲也没有表态 我今天要讲的是说 目前的克文哲现象 我觉得包括媒体也好 民众也好 对克文哲其实都有双重标准的 请问今天如果国民党 讲同样的话 就马上被扣很红的帽子 但克文哲就没有 今天如果国民党的人 去看李登辉 今天如果国民党的人说 我要设什么 这个 环境界的广场 马上就是批判 但克文哲他可以忽红忽蓝忽绿 都没有关系 请问一个政治人物 你真的相信他 就是他讲了两岸一家亲之后 马上又道歉 那请问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就看了李登辉 李登辉叫他说 你不可以再讲两岸一家亲 结果他发现他没有票之后 马上隔天又说 我的还是两岸一家亲 一个政治人物 有这样子的豁免权 到目前为止 请大家看清楚 柯文哲现在是在所有政治人物里面 他唯有豁免权的 你不会用国民党的标准去检验他 也不会用民进党的标准去检验他 也不会用大陆的标准检验他 然后他就可以游走在这个当中 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特殊现象 但是我觉得的确蓝绿两党 面对这样的现象 威胁挑战都很大 其实包括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在这当中 如果再没有积极起来的话 真的这个版图 其实是会被柯文哲 一步一步去併吞掉的 淑慧 我很久以前就说 什么叫做白色的力量 白色就是你上面可以染上各种颜色 你可以先染上墨绿 然后你可以再染上蓝 你可以染上浅蓝 你可以染上浅蓝 你可以染上浅绿 可是到底什么是它的颜色呢 它更让你看不出来 可是这样的政治人物 有没有诚信呢 值不值得我们信任呢 他讲两岸一家亲 我非常认同 可是他是不是真的在做呢 面对陆克减少台北市观光收益 是冲击很大 他有没有对蔡英文说话 水果卖不出去 让北农这样糟蹋 他也没有想办法去跟大陆讲说 让我们卖到大陆 双城论坛 为什么要选举年就停办呢 是怕大陆影响它的选票吗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务实了两岸一家亲 你就应该务实了去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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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